中和隊展開選訓會議 六搶一總教練 還是交給紅總最安心 中職市隊展開春訓 大家還習慣王格格的新球衣嗎 暗號作弊事件開發 台空人跟紅襪都把總教練Fly了啦 UBA八搶名單出爐 國體與世心 搭上末班車晉級複賽 大家好 我是韋伯 我是小楠 平常看好小Kenny都有外景 反讓我們好羨慕 真的 本週我們也來出外景 這裡是UBA 第四階段的比賽場地之一 台科大 我們等一下就要進去找 UBA球員亂入我們的週報囉 看我們可以找到誰 首先這禮拜 當然大家最關心就是 棒球六搶一的總教練 到底是誰呢 讓我們把時間交給特派記者 UBA振興科大的剪聽照 請問棒球六搶一的總教練是什麼 洪一中 洪什麼 洪教練 洪一中 六搶一不是洪一中嗎 洪中 曲經者 洪一中 我知道 那天他們有一起拍照 那個富邦那個誰嗎 洪一中 雖然洪總原先表態 真的不想接六搶一 但隨著時間的進行 終於出現轉機喔 中華隊選訓會議上週確定 依然由洪一中出徵六搶一總教練 洪總就說其實這段期間 體育署跟中職聯盟 沒有放棄的一再找他 爭取他繼續留任 最終在不影響球隊春訓練習下 洪總終於點頭囉 中職會長吳智陽這邊也有提到 因為六搶一選訓賽 是由中職主導 希望在兩邊配合下 可以減少洪總帶領國家隊的壓力 六搶一即將在四月初開打 針對球員的部分 選訓委員也特別提到 希望可以徵召旅外 但還沒有合約的選手 例如曾仁和 王偉忠 以及郭俊玲等選手喔 其中陳偉英也已經表態 願意出徵六搶一喔 中職四支球隊上週也展開春訓囉 傳說中春訓非常操 會把球員操到吐得洪總 也在開選當天特地跟大家澄清 其實他很和哀可親啦 我還沒有來以前 媒體也報導很多說什麼 我們訓練會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這都是誇大傳聞 不會啦 我的練球很輕鬆啦 等等… 我們說了這麼多 我真的很好奇這些大專籃球員 平常有沒有在follow 中華之邦的消息 對啊 像今年教練大風吹 他們有follow到我們王哥哥 換到哪一個顏色的新制服嗎 樹棒啊 他沒打了不是 兄弟像 那你可以比誰這樣 不是兄弟像 中性兄弟 兄弟像 副 副棒 不是道的兄弟嗎 中性兄弟 兄弟像 兄弟像 看來這些球員平常真的都有在follow 中華之邦的消息喔 但我跟了中性兄弟春訓一整天 我到目前賽也不習慣王哥哥 黃袍家政的造型啦 兄弟開訓當天 新任隊長林志勝也成為另外一個焦點 今天我們的目標是總冠軍 那贏球輸球 我們是一個團隊 我們都會一起成戰 那目標就是支持總冠軍這樣而已 MLB修賽季這個太空人暗後門 事件是越演越烈啦 不知道我們UBA球員對暗號有什麼研究呢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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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拿貓 要那個 答案 沒默契 上週大聯盟也公布懲罰 太空人被罰500萬元美金 並且剝奪未來兩年的前兩輪選壽城 另外太空人總經理Jeff Lunau 跟總教練AJ Hinge 分別遭到競賽一年 太空人也火速開除這兩人 自從Mike Fires公開爆料 太古達人自從2017年 不是啦 是太空人 太古達人自從2017年開始 偷案後作弊之後 許多球迷都傳出了 當年的冠軍不純 阿圖伯 MEP環來之類的言論 講到阿圖伯 我一直懷疑你衣服下面 今天是不是有藏感應器 不然怎麼都不會任職 是不是有人給你答案 沒有 不要這樣… 我是個害羞的男孩 你現在衣服脫掉 我是個害羞的男孩 寒流來 不要這樣 好啦 除了大聯盟的官方懲處之外 大都會跟紅襪也宣布要開除了 他們的總教練 Carlos Beltran給Alex Cora Cora在2017年擔任太空人 板凳教練 被指稱是開發用敲打垃圾桶 還有利用攝影機來破解 並且傳遞暗號的主持者 好的 這時候我們就要為大家 訪問到台灣球員林滋偉 子偉你好 想請問 對於總教練Alex Cora 被開除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是我們教練是需要會 脫完號這種事情 對我們球員好像不太好這樣 喂 那是高斯大拳的林子偉 你臉會不會太嚴重了 既然說到的紅話 就不得不提美東火藥庫 另外一次球隊楊吉 有眼尖的球迷就發現了 Aaron Judge 自從Atoove傳出作弊之後 是在推特上 把當年祝賀他拿上 MVP的貼文刪除了 看來法官大人心中的想法 已經非常明顯 接下來就要把鏡頭轉到 這裡UBA的比賽現場 UBA在打完預賽之後 八強名單正式出爐了 除了上階段已經確定 晉級的五所學校之外 剩下的三張晉級門票 分別由國體 士興跟中中獲得 另外北商康寧 德林和民道 排名在最後四名 明年都將降級到公開二級 八強的比賽將在2月23到3月1號 在台北體育館舉行 錯過預賽的朋友們記得 2月到洪管位支持的球隊加油囉 現在還沒打嘛 然後就等到八強打了再說吧 然後就是一關一關來吧 自己就是把商養好吧 然後就是趕快把 因為兩個月沒有在球場上 然後就是趕快把比賽的感覺找回來 大家都練這麼久 然後也按照教練的方式去走 然後到今天都保持不敗這樣 開心啦 對抗性比高中強好幾倍吧 就是這邊學長他們力量其實都比我們大很多 因為我們才剛上海 所以我自己還要加強這部分 我覺得溝通吧 對啊 因為我們球隊其實溝通算少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溝通做好 就可以把防守跟進攻串連起來 我們八強一起拼嘛 既然我們人都在大學裡啦 就不得不提我們本週籃球戰報的 主角四星大學的洋將 丹尼爾跟沙巴士兵 在四星大學確定晉級到八強之後 我們趕快來看看 這兩位洋將的校園生活 每次我跟那些人一起玩 我總是在想著 我會遇到他們很困難的時間 所以每次我封鎖或封鎖他們 我會把他們的臉都放在臉上 我會說 對,我會贏你 當我們在遊戲 我們會玩 當我們在遊戲後 我們會說 但當我們在遊戲 我們會說是商業 那就是我 當我看到我的朋友在遊戲 我會玩百分之百 當我們在遊戲後 我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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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比起他們灌籃 我對他們在專題裡面 從一數到五十這一幕 印象更深刻啦 希望到時候八強到現場了 他們已經可以從一數到一百囉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一集的微科里 也請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按照我們的Facebook 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囉 那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我看指棒 中華指棒嗎 有有有有 那個阿鵬來示範 來這裡 還是 什麼地方 投手 拖手 拖手 黃教練 你總教練是誰 誰 我不知道總教是誰 黃教練是誰 黃教練那個中信兄弟 好不好 我終於懂了 欸我終於懂那些記者 為什麼覺得很難聊了 我懂了 我懂了 因為我們是無共永貴的問題 我要說什麼 拜拜 拜拜 已經確定晉級的無所學校之外 剩下的三將進行門票